TVB回購又有新發展 除了中途殺出的呈鈾金傳奇影業 提出收購建議 令公司不得不主動提價回購 今日還有基金股東提出反對回購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TVB回購的來龍去物吧 事件亦令TVB股價在期內飆升 在今年1月24日TVB提出回購方案 每股作價30.5元回購超過三成股份 到2月7日殺出的呈鈾金傳奇影業 提出建議收購 接著TVB馬上提出修訂回購方案 提高回購價但降低回購股份數量 所動用資金不變 其後傳奇影業又表示不是敵意收購 反而是善意收購 到了今日第二大股東Sill Chester 表示反對回購 並建議派特別息每股9.6元 官乎之前匯豐、祥實都有做回購 而且大受投資者歡迎 為何TVB回購就這麼多阻止 歸根究底 問題是出自回購的手法 一般公司回購 都會在二手市場吸納 今次TVB就選擇向股東邀約收購股份 而大股東即由主席 陳國強、黎瑞剛和黃雪紅持有的Yang Lion 已表明無意就要約交回股份 當回購股份註銷後 令大股東持股變相增加 利用這個財技 大股東無需動用一分一毫 就可以增持公司股份 根據最新回購方案 如果大股東Yang Lion 不出售持股 他的持股量就會由29.9% 升至41.19% 如果第二大股東 Sil Chester 都不出售股份 持股量也會由14.1% 升至19.4% 雖然兩者持股增幅基本相同 但背後的意義大有不同 尤其是大股東的持股 高於三成之後 日後的部署可以更靈活 另外有專家就說 想長渣的基金 未必歡迎回購 那麼目前持貨的股東 應該怎麼做呢 黃國英就建議 投資者應該在現價沽貨離場 認為目前股價已經合理 事實上 股東可以有三個選擇 如果接受回購 股東可以享受 現價約3%的日價 如果不接受 不排除接下來 傳奇影業 會提出更吸引的邀約 如果股東要沽貨離場 就可以鎖定利潤 不擔心日後股價會回落 究竟怎麼選 小股東就要自行想清楚